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立法會議43票贊成 11票反對8票棄權 三讀通過撥款條例草案 其中三名泛民議員 包括專業議政的莫乃光 梁繼昌和李國倫都投贊成票 廖康瑜報導 會議早早復會 到中午就泛民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續項表決 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但是全數被否決 政府因應派4000元的關外共享計劃 涉及113億元的非經常開支 兩項修正案就獲得通過 田北辰和鄭松泰在兩項修正案都投反對票 而廖長江和馬逢國 亦都在其中一項投了反對票 但兩人就解釋是禁錯制 泛民全日只是點過一次人數 而在合併辯論環節 建制和泛民議員都批評政府 對財政缺乏長遠規劃 財政預算案 原本就是應該 糾正社會上一些不公的現象 現在換了什麼 現在就是到處貼一些膠布 永遠都是一次性的 預留這個預留那個 不過派錢不是香港精神的一部分 我們是需要一個政府 能夠規劃長遠 真是投資未來 而不是贏粒糖 輸間藏 今次這個財政預算案 最敗筆的地方 就是有錢 不懂得去用 我們都應該朝向一個 是比較整體 有將來規劃的一個目標 就不可以再摸著石頭過河 所以我們有錢的時候 我們是否停留在以往 政府決策的模式呢 撥款條例草案 最終在43票支持 11票反對 8票棄權之下獲得通過 議題獲得在籍議員 以過半數贊成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感謝陳茂波第一份預算案 得到泛民的贊成票 包括有專業議證的莫乃光 梁繼昌 和李國倫 在議員審議的條例草案的時候 他們發言裏面都有提到 他們的一些建議我們採納了 所以在這個過程裏面 是和大家一起共議 希望預算案能夠盡量滿足到 不同的持份者的要求 和更加貼備社會的需要 民主黨全數7票都投棄權 而楊岳喬、邵家俊和張超雄 連同建制派的謝偉俊 田北辰就沒有出席投票 今年的撥款條例草案 涉及財政預算案 大約4,505億元的開支 而法民所提交的修正案 是近年最少 審議時間亦比以往短 NOW TV記者在廖康月報道 好,來到今個星期的啤禮漫步 林康正又沒有空 他要添置家居 上個星期看樓 今個星期添置家居 下個星期可能搬屋 他專選星期一座 再下個星期可能移民 不知道他 有得去辦 也是很不妙的 因為現在他在旺角 找了一個不足300呎 不足的單位去住 我記得我上次去他的家 已經說 你的家居很大 舊的在紅磡那裏 那裏 這裏是300多 沒有可能是300多呎 那時他的家居 跟我的家居不是相差很遠 我心想起碼是400呎 他說他不是在這裏300多呎 接著到現在他被迫遷 加租加得很厲害 去旺角找盤 他說對 找回300多呎 差不多 然後我上去 這麼小? 所以我就說你很傻 你以前住那裏 是建築 他再問先知道 原來是600呎 那裏沒有600呎 不過是建築600呎 我想你扣7除8 扣7成實用 就是400呎左右 400多 就算是300呎 也一定是399到問 那裏 現在他就說 趕時間 隨便租過300多呎 當然小時候那裏很多 我不知道那裏的東西怎麼扣 所以現在就搞點搞路 好了 今天當然 其實我不是想這樣 不是每個星期都要扣泛民 每個星期都有泛民的東西 讓我扣 我也有想過 是不是可以扣其他東西 我原本今天就把一些新聞 譬如說 罵共產黨 罵建制派 放在收費上 那當然 那些泛民浪狗 或者那些黃絲狗 他們就會說 我聽到你也是扣泛民的 好像上次你說有個網友 說有個亨利說 那些泛民 大哥你又不給錢 那些是收費環節 你不是聽得了 我所有事情都會罵 所有事情都會評論 你又不給錢 只是聽那兩份免費環節 那沒辦法 但也沒辦法 其實都唯有調回一些 罵共產黨 不是 共產黨都不可以 有太多東西說 那今天就留回第三節 你們給錢聽 那建制派和政府 我都有兩件事想提一下 那第一宗新聞就是 其實那一陣子也有說 就是周浩鼎和梁振英 就是他不去應召 就是應召女郎 就是他不去應召 調查委員會 要求他們傳召上庭 亦都是不合作去交那些文件 我都說你有什麼好做 你這個天下圍工 還要做什麼 不是這個時候 你應該就是 他不肯交 那天下圍工就交一些資料上去 別人又不會要你的資料 你又什麼差都還沒做 那這個委員會收費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 這個天下圍工 會有第一輪的報告 但是別人都收費 我不知道你怎麼調查下去 梁振英呢 他真的大條道理 因為問題是 他現在已經不是 香港政府的一部分 雖然他是共產黨的一部分 仍然是政協副主席 但是他不是香港政府的一部分 那你就吹嘴不掌 也都說了 你們的泛民經常都說 我們會搞調查委員會去清算梁振英 我們會搞天下圍工清算 別人不理你便不理你 你可以做什麼 就是不要誇大 我不是說做這些事情不對 你就做 第一 你就不要騙人 你不要搞眾籌 二百萬人說可以做到這些 其實根本一差都做不到 二 就不要誇大那個效果 你這個專責調查委員會 就是沒有法律效力的 人家就是不需要理你 可以完全不合作的 然後你們就只能夠 在你們沒有任何資料的情況下 落出一個沒有公信的結論 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原本想罵梁振英 結果也是要罵你 這幫白魔咬 沒有辦法 你真的太疾 好了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周浩鼎 周浩鼎他是議會的一份子 他可以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 拒絕和立法會的調查委員會合作 而這個調查委員會 以我印象中是有建制派在裡面的 當然我知道你在建制派在裡面 就是調查和平衡 你叫他做一場戲也好 你現在就是辱孫 你立法會議員 你不配合立法會運作 那麼選你去做什麼差事 不如不要去做 然後這個李慧琼 當然我們知道 她是未來特首 真是慘 她做真的哭得一句句 我告訴你 是比林鄭還壞 因為林鄭也有少少自我的意志 有些事情她也不是100% 99%聽共產黨說 李慧琼就是不學無術 肯定是完全任由中聯辦擺佈 他在說一些很昂貝的 他說現在這個調查委員會 已經變成了一個政治化 政治審查 那首先當然已經說過很多萬次了 從來這個立法會都是一個政治的場所 他所有的審查 當然就是一個政治的審查 那第二件事就是 喂 兩件事是沒有關係的 周浩鼎不配合調查 跟這件事是否是政治審查 兩件事是沒有關係的 喂 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好醜醜也做一下樣子 你這個周浩鼎什麼差都不配合 然後你作為這個行政會議成員 作為這個民建聯的主席 喂 你竟然是配合他 說一些包庇的說話 而是完全不合理的 我想如果曾鈺成還是民建聯的主席 他會說得好聽一點 你雖然也是會說幫他包庇 因為沒有辦法共產黨成員 就是不合理的 至少周浩鼎應該會要 對 交一些垃圾出來也好 放一些氣也好 沒有辦法管束他 但是他有交他認為要交的東西 其實都已經效果很多 是的 你這個李維琦跟容海欣一樣 我明明說是容海欣白痴 其實李維琦所有跟共產黨的人 都會說一些這麼反智的事情 就是這個立法會不要這麼多政治性的事情 是的 這個立法會就是不應該有政治審查 喂 如果是這樣 那你們為什麼要譴責這個鄭松泰 這是不是一個政治審查 肯定是 因為國旗法還不是政治性的事情 喂 你DQ議員怎麼會不是一個政治審查 我覺得是可以爭辯 但是麻煩你們有一致性的邏輯 無論是泛民也好建制也好 從來都是由自己的角度出發 自己的利益出發 所以你之前先用政治審查打擊這個鄭松泰 現在你又用政治審查的藉口 來拒絕這個 就是為周浩鼎拒絕配合調查 來包庇 喂 那我是泛民 我反過來說 你這個不是政治審查 不如你停下來吧 當然他們沒有這個智慧去討論這件事情 而事實上就是 喂 評論這些事情很噩咎 因為一般香港市民都知道的 我又是重新說一次大家都明白的事情 當然在現在香港的媒體 尤其是泛民媒體 就很流行這件事情 就是你們要幫我們出氣啊 吳志森啊 森哥 就是說些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重新說一次 對啦 共產黨真是壞啦 李慧琼真是壞 我當然知道李慧琼是壞 但是你也知道 假如我又要浪費五分鐘六分鐘時間 跟大家去說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是不是這樣叫做一個時事評論 我就不是想這樣做 不過其實這件事我也值得一說 好了 另一件事我想說的 就是長毛今天被人追回全數的新增 就是247萬人 我沒有記錯的話 首先第一件事 有很多人是搞不清的 那為什麼只追長毛247萬新增呢 原來這個行管會之前 已經說了用撇障的模式 就不去追所有議員的 即DQ4的欠生 梁佑就正在追著 但是政府追的真的很曖昧 我現在都在懷疑著 究竟他是不是想不了了之 還是留作為一個打擊的工具 因為梁佑追了很久 梁佑就說我不會交我不會還的 然後他們又沒有繼續追 拖到拉拉 拖到現在都沒有解決這件事 當然了 政府要追 什麼時候都可以追回 你一直拖牆 他不追 可能你就是等一些政治的目的 或者作用 但是泛民呢 DQ4裡面 其實有三個已經答應了還錢 劉小麗和姚松已經還了 而羅冠中還了 但是他們還了多少 是十幾萬至三十幾萬 因為現在他們說 雖然撇障不追那些新增 但是立法會 即這幾個DQ4議員 有一些是叫做預支的 可能你打算選擇一個長期的計劃 或者有些錢你還沒用的 就先決定 這些錢就要追回 DQ4裡面有三個就給了錢 長毛就沒有給 現在行管會就說 既然你完全不配合我們行管會的合作 就全數清還 那全數都追回了 那你還了 前件事就是這樣 港人港利的那些很開心 長毛你快點還錢 但是我又覺得 即使我之前幾個星期都說 長毛你真的歪了 但是公義就還公義的 私怨就還私 何況我都不是私怨 即是客觀評論這件事 那如果是一個立法會議 你是要跟他玩到盡 那我當然什麼錢都不還 我就是要跟你玩到尾 我就是要告訴你 告訴香港市民 你那個香港政府 有多少不公義 合理的 那我也不會說 還了錢那些人是內弱 因為問題就是 那些錢不是我們 那些錢是他 如果他被人追追到破產 我負責不起 而香港人就是這樣 天下圍攻 你就願意被人欺騙 DQ4這幾個議員 我覺得如果他們 如果要被人追身 是應該有香港市民 去眾籌支持他們 因為我們選他們 然後他們被政府 沒收錢的時候 選他們的人 是不是應該要夾回 幫他們渡過財政危機 既然沒有 那麼他們要屈服 而去選擇還錢 我也覺得沒辦法 就是在這個情況 我不能罵這些人 就是有些什麼是罵的 有些什麼是罵的 有些什麼是罵的 如果一些事情 是我站在他的位置 我也一樣會這樣做 我當然會罵的 譬如不開會不投票 他為什麼不投票 我待會就會屌裁這些混亂 但是你說追求他的錢 我作出某程度的妥協 我還住一些 去令到我自己 不會破產 或者不會有一個 很大的財政危機 知不接受 我接受的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長毛他堅持到底 他就會承擔他的後果 而我覺得 就算很多人不喜歡長毛 其實也不需要落井下石 這是因為被政府的迫害 任何特區政府迫害 即使那個人 我最討厭的泛民也好 我也會支持的 但問題是 現在的泛民 是沒有被迫害去合作的 這個才是真正的問題 好了 所以現在剩下三分多鐘 我才開始 今天我想說的 就是剛才那條片 剛才那條片 就是講財委會的三讀辯論 其實我想說 泛民支持這個財委會辯論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去年的財委會的二讀辯論 這個莫乃江 梁繼昌 已經投了贊成票 當然不會有人報 民主黨是棄權的 當然不會有人報 他們只是衍生他們之前的立場 而進行這個三讀拨款 好了 現在的問題在哪裏呢 第一 當然我覺得我剛才那些議員 再一次 其實我已經批評了很多次 他們對財政的理念 公共財政的概念 完全是零的 郭榮鏗也好 郭榮鏗也好 郭嘉琪也好 這兩個雙國 真的 還在說 我們政府不應該派錢的 不應該一次性的 用一下路 如果每年都派 就叫做行常措施 沒有一個政府的政策 是可以保證一千年都做的 反過來 你認為一次性的措施 如果只是太短集 你就把它變成行常性 譬如每年都派六千 那它就變成一個行常性的措施 就是一個長遠的措施 長遠和短線的意思就是這樣 不是政府經常都要搞什麼輔助產業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 結果搞什麼 搞什麼 四百多萬 搞老人家學八段感的 政府從來都不應該做這些事情 長遠的事情 就是把一些一次性的派堂也好 派錢也好 你們也不是這樣想的 我們就是反對派錢 那你就不僅把一個 可以變成行常性的措施 行常地反對 而更加重要就是 現在不派錢怎麼辦 那政府什麼事情都有 又不是 你其實就是在搞亂 好了 反過來講 郭嘉琪 郭榮鏗經常都說 不要一次性派錢 那生果金是否派錢 生果金也是什麼 人都有得有得 只不過稅稅有限制 那你不如要求取消它 你說反對派錢 政府不應該派錢 政府就不應該派生果金 那如果生果金是可以的 那為什麼不可以派錢 如果你覺得派錢真的好 其實生果金我也不想 不過它太少錢 我不管 你搞全民退寶 我再講一次 公民黨支持的全民退寶 一一樣是派錢 所有符合年齡的人 都可以拿到一筆錢 就是全民派錢 不過是用年齡去限制 你們這些 連最基本的財政概念都沒有 竟然是代表香港人 去表決立法會的財政如說 我真的覺得很悲哀 然後當然 除了這幫公民黨的按鈎之外 梁繼昌、莫乃光、李國倫 就是建制派 很簡單的 已經變成建制派了 他們就是支持財政預算背後 我再講一次 第一 你支持和反對 根本就影響不到結果的時候 你連表態都不去做 你是不是覺得政府這個財政預算 可以收貨 如果收貨 你下年不用選 下屆不用選 就是一個這樣的財政預算 你都覺得沒問題 你下屆可以收貨 或者可以歡迎你們 因為立法會 從來最重要的權力 其實不多 因為現在是我們行政 現在教一些基礎 給你這幫立法會議員 不是教給一本觀眾 是教給你這幫立法會議員 因為你們連基礎的知識都沒有 一個立法會議員 在一個行政主導的架構裡面 他只有這個事情可以做到 就是否決預算案 其他的事情你完全做不到 但是否決預算案 就會令到政府 其實都不會崩潰 沒有預算 就用上年的財政預算 你會令到政府願意跟你去商量 這個就是你最大的權力 而這個權力你都放棄了 那你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你還跟我說爭取這個 爭取這個 爭取這個 你連最大的權力都不掌握 都是配合政府的 受賭檔 然後再退一步 這些法民經常都說 那我否決了議算案怎麼辦 第一 我都說過 今年的預算案否決 就用上去年那個 沒錯 有些措施是做不到的 那政府就要跟你談 那責任不只是在立法會上 政府也有 你又不敢 退一步 只是在那個簡單多數的表決裡面 你是輸夠硬的 那你連表態去不認同 陳茂波這個 立垃圾的財政司寫的財政預算 我們的膽量都沒有 我知道你們幫我們爭取民主 是不是瘋了 你連陳茂波都不敢反對 現在泛民的垃圾 那我要你跟共產黨去抗爭 那些黃絲不是瘋了 我們先看看第一幅圖 好 那這一幅圖就是 立法會的財政預算案的表決 不是這幅 是不是這幅 這個是 演名的表決 不對 我們先看看這幅 這一幅 這一幅其實就是 剛才財政預算案的表決 剛剛都說得很清楚 我不知道 是嗎 我不敢說 是我帶起了風氣 以前不想 會告訴你誰有頭脈 誰有頭脈 那些新聞就是說幾個票贊成幾個票 反對幾個票棄權就算了 現在是說清楚給大家聽 哪些人是投了什麼票 我們先看看 李國倫、莫乃光和梁繼秋說了 這些是建制派 你告訴我他不是建制派 他怎麼會支持財政預算案 你想想一個理由 他說因為這個財政預算 我做了一些他對的措施 屌你老尾 有很多措施我都同意 繼續推出這個忠援 是不是同意 我同意 有很多人是很慘的 那是否因為我同意某些措施 就要投贊成票 那些人是否懶惰了 我再說一次 這是一個抗爭的表態 你影響到不好的結果的時候 你還要幫政府護航 這是什麼人的心態 而那些黃絲 還想幫他們包庇 好了 再退一步 我又不說那些棄權 再說一些缺席 張超雄、邵家俊、楊岳橋 三個人是沒有出席的 楊岳橋我們上次說了 他去了美國 不會有人覺得有問題 還有些人說這叫分工 有些人去美國幫我們發聲 有些人去香港投票 這樣就好 去美國是不需要立法會議員的 公民國那麼多前立法會議員 叫那些余若美、海宜 那些人去 為什麼要去立法會議員 你連包庇的人的智商 都是低到這個地步 我沒得跟你爭 還有些人說 起碼他幫我們說的 我下一節就告訴你 那些混蛋是幫我們香港賭米 好了 但是除了楊岳橋之外 張超原來 我聽、以我收到的資訊 就不在香港 沒有人去追問究竟他去了哪裡 一個立法會議員 缺席投票 首先不在香港 不在議會 是不需要香港市民解釋 而我再問一次 為什麼不可以有狗仔隊 當一個立法會議員 沒有理行他議員職責的時候 為什麼不可以讓人檢查他在哪裡 現在這幫立法會議員說 這些是他們的私隱 你試試跟你老闆說 我有沒有上班是我的私隱 有沒有人檢查我 不要經常檢查我 有沒有出去到後樓梯煲煙 不要檢查我去幾次廁所 我就是私隱 但是你私隱不要緊 的確是 但是一天有五個小時 沒人見到你 那老闆是不是要問你去哪裡 現在這件事 立法會就覺得是堂而皇之的正義 然後我身邊還有很多朋友 覺得是對的 這才是最離譜 香港有哪一個打工仔 是會接受立法會議員做的事 是來撲過你上班的 你覺得我這個普通打工仔 整天皇都很正常 你是立法會議員 你做的事比我還要爛 然後還有邵家津 那天他在議會裡 沒有人知道他為什麼不投票 不需要解釋 我真的覺得 建制派 你經常都說我不幹 那建制派也有很多人不理 但是建制派的事是這麼壞的 那些什麼的事 謝偉俊、田北辰 這些都是被遇到的 遇到建制派護航 但是我們每次去立法會選舉 人們都跟我們說 怎樣都要投法民 起碼他都比建制派好些 就算他怎樣壞都要 我們都要投票 怎樣投票 現在怎樣投票 去到外國不需要解釋 在議會不需要投票 不需要解釋 而我想問你們 在哪裡你們還告訴我 這些是你的私隱 我們沒有權干涉 那是不是立法會選擇 好了 去到最後最離譜的 當然就是 民主黨的幾個成員 就是黃碧雲、胡志偉、鄺俊宇、 許智峯、林卓廷、尹兆堅、 陶謹申 全部棄權 什麼意思是棄權 原來他說 因為他支持這次政府派錢 所以棄權 這次政府叫派錢嗎 這次政府就算是派 都派得很壞 我們叫什麼派錢 就是當年人人六千 人人六千就叫派錢 現在叫什麼派錢 有錢人退稅退三萬 沒有錢的人 就是只可以拿四千最多 而且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拿到 最快要出年年初才可以拿 還有一些交幾百元 兩千三千元 根本就等於派了 等於沒有派 因為別人免稅你又免稅 然後你就最多拿幾百元 這些派錢 所謂的垃圾派錢方案 你們夠膽死頭贊成 是不是瘋了才回來 好 我們說葉建元已經是這樣的 葉建元其實就是因為 我很明白因為他已經是建制派 我不明白為什麼現在還有人覺得 教協不是建制派 當他會向林鄭致謝 當他會邀請林鄭去他們的會慶做主例嘉賓 當他們會向每一個政府的撥款 都會互航 那他這次投棄權 我想他會想 我恐給你面子 我有投棄權票 但這些就是泛民的質素 其實我今天原本有一節 是想說黃絲狗的討厭 還有些人說 不是每樣東西都要對抗 而不是每樣東西都要不對抗 就是我們的對立面 如果每樣東西都要批得 我們就變成紅衛兵 是不是瘋了 現在是有一幫泛民 出賣香港市民 站在政府那邊 然後你說罵他的人是紅衛兵 屌你老闆 你進入建制吧 那些黃絲狗 整個黃絲和藍絲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說話都差不多 不過不拘捕太遠了 我說回棄權那裡 陶謹申 幾個禮拜前 一個月前 我曾經說過很清楚 我還報了一段影片 我沒有播放 我也有跟大家說 他說過如果政府 不是用一個 給他建議的派遣方案更好的話 民主黨就是投反對票 當時他提議的派遣方案是怎樣的 是所有人 除了交稅交超過6,000元的人以外 每一個都可以派6,000元 中援也好 免猜響也好 全部都可以派 喂 這個是你建議的 陶謹申 當時你還很得氣說 我想政府也想不到 有一個給我更好的派遣方案 有些記者問 如果他不用你的方案 會不會投反對票 他說 我要看看 我不可以讓政府玩東西 政府如果說派5,900元 5,800元 我又不可以贊成 我不可以反對 我便落去陷阱 現在不是陷阱 你看現在派4,000元 還不是人人有 還要這4,000元很難麻煩 計這計路 搞這搞路 還要明年都未必有 然後劉僅申 你覺得這個方案和這個方案 差不多 民主黨從頭到頭到頭都是反對派錢 全部都是假裝 都是民粹 投棄權報 你有什麼意思 你投反對票和棄權報 結果都是一樣 我不明白為什麼你連作出一個對抗 陳茂波對抗林鄭政府的勇氣都沒有 只有我 收了3萬元 不是就是3萬元 當然 3萬元是否收買到民主黨 有很多人的氣 3萬元收買到民主黨 這個桌面的筆 底的筆你怎麼知道 花膠台就是不敢這樣說的 你經常說 這個本土派收共產黨錢 我當鄭崇敵真是衰弱到貼地 起碼他都會投反對票 你支持那些爛甲黨 陶君恒可以告訴你 他們就是名正言順 收錢而投棄權票 你敢不敢說出來 你當然不敢說 因為你是民主黨 你是黎智的狗 他真的很悲哀 然後到最後 其實我還沒說今天最重要的那張圖 就是剛才那張圖 喂 財政預算案怎樣 我都算了 不是算了 其實是因為沒得罵的 因為去年其實已經是這樣的 香港人一直都不知道 原來民主黨是會投財政預算 贊成票的 當然是 去年二讀 不要去年二讀已經棄權票 前年2016年 已經投了贊成票 但這張圖才是最令我激憤的 他說什麼呢 那天財政預算案三讀 就在5.35分通過 沒有理由的 因為財政預算案開很久 又要加會再加會 你聽到剛才的新聞報道說什麼 他說現在的財政預算案 是罕有地很快通過到 除了很快通過的原因 因為沒有人再提出修訂案 因為覺得是懷定提 都被你展報 過往是最少的 沒有人積極發言 怎麼發言都沒有用的 那不如不要發言 省時間 這一幅圖是最無恥的 你們如果看不到 我告訴清楚 這幅圖是說什麼呢 就是當日早上11點45分 即是那一天三讀那一早 就是 可以 點名票決的響鐘時間縮短 喂 記不記得當日 上個星期的 上個星期 葉劉就把這個 一地兩檢的修訂案 縮短他的時間 然後很多泛民說 喂 你玩了 你這樣縮短那個表決的時間 那些人怎樣去 按制 按錯怎麼辦 然後還有些人放影片 就是串鈎這個 葉劉 廖長江 和馬逢國 就是財政預算案 三讀禁錯制 你葉劉 不是說 這些議員 十幾秒一定按錯 你看看財政預算案 就按錯 串鈎 喂 但是你現在看看為什麼馬逢國和廖長江會按錯 原來在那一早的11點多 就已經通過了一個縮短表決中的時間的議案 喂 這個議案是有泛民贊成的 你老闆 一方面你串馬逢國和廖長江不夠時間去想 搞到按錯 另一方面你又串鈎葉劉 說葉劉將那些表決時間亂來 將那個時間盡量縮短 不依法治 不依這個議事規則的慣例而行 然後你那幫泛民 就做了幫兇 為了要早些收工 就去支持這個立法會響鐘議案秒決 我現在告訴大家 這個議案是一些很技術性的議案 如果他沒有出席表決 我都算兩次了 喂 要這樣不是所謂 我經常都說我好人包容 我是不是真的好人包容 這個議案沒有投票的議員 我是不會追究他 因為很多技術性的議案 不是真的可以馬上 時時馬上有人下降到救濟的 我只是追究那些什麼 就是明明你有分內表決 你竟然會投贊成票的泛民 你看看陶謹申、梁耀忠、莫乃光、葉建源、黃碧雲、林卓廷和尹兆堅 這幫泛民議員 竟然敢死在這個縮短議案表決中聲的議案上投贊成票 喂 你和幫政府做就為約有什麼分別 喂 我都不說那些棄權那些 我其實都不明白 邵家昌是為什麼棄權呢 你許智峰和鄺俊宇棄權呢 當然你們的黨可能有什麼想法不同 我都不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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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理會追究你們 其實都是神經病的 怎麼會不反對呢 所有不是投反對票的人 只有一個可能 就是想早點下班 沒有事 對香港人沒有任何幫助 你只是符合了王國興的說法 早點下班 早點下班 但如果你用藍絲的說法 你就想早點上班去吃T 五點九可能還可以吃到最後一輪T 回來 然後我想說 這一群立法會議員 曾經說過什麼 尹兆堅 林卓廷都說過什麼 他們說 現在這個政府 所有事情都不讓議員 有空間和時間發言 喜歡過就過 所有事情都是以效率為先 不是為了去探討議案 對還是錯 你們這些混蛋 剛才我說過幾個人 梁耀宗 陶錦珊 尹兆堅 林卓廷 黃碧雲 莫乃光 葉建元 你們以後沒有資格說這件事 因為你們有份縮短政府 表決議案的忠聲 我不明白 沒有一隻黃絲狗 包括你們陶君行的納衣 是解釋到這件事 你們不是說 這個政府你們要抗爭嗎 你們要積極發言嗎 你們要用任何方式去阻撓這個議案 表決通過嗎 好了 不說這些了 最低限度 一個可以用官方慣例的過程 去表決的一個議案 為什麼你要縮短忠聲 你解釋給我聽 為什麼要縮短忠聲 只有一個可能 就是想早點下班 沒有其他可能性 如果是這樣 你吵什麼 葉柳也是想早點下班 我也是想快點審完 挖死線 你們這些人 跟投票粉的結果一樣 馬時鏗說的 你們搞什麼事 結果都一樣 早點下班就算了 喂 現在你們不是在罵馬時鏗嗎 你們不是在罵葉柳 你們在做的事 是跟他們兩個一模一樣 就是要跟這個政府配合 把議案很有效率通過 早點下班去吃茶 那樣的泛民議員 你告訴我 他們會幫你們爭取香港民主 他們會幫你們去抗爭 你們是不是瘋了 那些黃絲 那些港豬 你還相信這些人 這些人 包括了議會陣算 還說什麼 梁耀忠反抵什麼 他去到這個時候 就是要一起早下班 好啊 我街工有很多地區工作要做 我也不等待會表演 尹兆堅那張 可能我遲一下才說 還有一些勞資九分 是啊 不是不是不是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以為我議員有空要開會嗎 連開會的時間都想偷懶的話 你要求他們在議會抗爭 你要求他們去抵抗建制派 他們已經成為建制的一部分了 下一節 再將入數字上傳回我們的網站 或者WhatsApp MIHKTV客戶服務的同時 亦都可以親臨MIHKTV的辦公室 以現金或者信用卡訂閱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打上來39558673 或者WhatsApp 來98108874